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王小姐你好 我是今天下午要面试的林欣平 那我现在人已经在四十八号楼下 那请不是直接上去吗 皇天不负苦心人 经过一连串的面试后 终于有公司看到我了 我好像都娶了耶 是不是太幸运了一点 她给我的感觉很积极很聪明 态度很好 妈咪 这一次不但是加大公司 还是一份和我专长接近的新闻编辑工作 可是 工作工时大概九到十个小时 然后她有三班轮班制 她的早班是早上四点 都到录取通知了 但还是有很多的犹豫 因为公司离家远 上班时间又在大半夜 虽然我越越遇事 但家人还是有很多的担心 希望我可以好好思考 到底我该先去上班 还是要放弃这个机会 继续寻寻秘密呢 如果不适应很快又换工作 应该会被当成草莓竹吧 为了让我做正确的决定 爸爸在半夜实际在我 走了一趟上班的路 交通和安全的考量 的确让我打退堂鼓了 不要担心交通问题 交通的话比较危险 起来的路上 就好令人害怕 我当初也是第一份工作 是跳轮大夜班 马上辞职 对身体是非常不好 大夜班的工作 是丧失人性的工作 花了这么多心力 对像我这样的新鲜人来说 要拒绝一份得来不易的工作 还真不简单 但到底该怎么做才对呢 好 好 好